歡迎回到分行全接觸的環節 逢星期一、三、五 我們在這裏都會有和大家見面 我們在這一節每日接通要採證券旗下21間的分行 其中一間和他們的現場客戶直接報話 給他們向外力國的嘉賓 就是國獅治郭Sir提問股票問題 當然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郭Sir你好 這一節會和我們聊天 接通了九龍總行方面的朋友 先和Calvin聊聊天 我有同事Calvin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郭Sir你好 怎樣 今天主要是因為最近市況都旺了 客戶主要是部署的籃銷 聽他們的講解 平時的溝通和交流 他們可能現在都想部署一些相對落後的籃銷 因為始終騰訊、匯豐那些都升了上來 我們有陳先生和謝小姐他們有問題 我讓陳先生先問一問 好 沒有問題 兩個問題 我先解答 先講一下豪賭股金沙中國 1928 看到的意思 旗下巴黎人方面 將會開幕 之前的股價都炒高上來 現時靠穩升五仙 接近33元 前景如何 是否真的有新項目去到開張 表示盈利來講 就可以樂觀些 這個時候去到追入 其實拍不拍高追著 首先來講 澳門博彩業追壞的時間 應該都過了 但未去到一個穩定復甦的階段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既然未能去到一個穩定復甦的階段 即是說 現在這一刻更加多的新場 更加多的倒桌去開幕 其實是有攤薄的效應 長遠來說 應該都不會是壞事 但這個所謂長遠 到底要一年兩年還是三年 是不制度的 當然新場落成 如果在幾年前 澳門博彩稅收不斷衝高的時間 你越多倒桌 你就賺得越多錢 是對的 但現在不同 現在整個環境氣候已經完全不同 況且反貪反腐 經濟不明 內地人去澳門博彩的力 已經是大不如前 你說旅遊的 其實還是很多 包括餐飲、住宿、休閒、消費、零售 這些都是有現金流 但我們買澳門博彩股 最早就是博彩稅收 只是說現在最壞的時間過了 但復甦的階段還未明顯 如果要博彩反彈 留意 一個月和一個星期的高位是33.4 過得到的 不是技術上有個突破 你向上望35好、36元不好 沒有問題 但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過不了的話 可能還是整固反覆 我一點我也是同意的 現在主要成份股很多升勢 有一個走勢大家要留意 整個中期升浪 可能在後一個階段 還要向上摸高位 但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中期升浪的最後一個階段 一般升市升到後一個階段 是升弱勢股 等於跌市跌到最後 是跌強勢股一樣 哪些是弱勢股 其實基建是弱勢股 博彩股也是弱勢股 航運股也是弱勢股 其實有很多弱勢股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博彩股 如果你想駁短線反彈 就要做一做風險管理 一個星期的低位29.9 即是一個星期升了10% 如果上網35、36元的話 你的止虧位其實都要留意 一跌穿30元 就亮了警號 我覺得少少買 其實風險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但如果你說買比較大駐 而且覺得市升到現在 落後股份也跟著升 可能就有得增著 因為現在這一分鐘 是一個升浪的第一個中期升浪 如果在第二個和第三個 情況就完全不同 市場氣氛熱 但現在仍然不是 看成交今晚都是六百多億 要博不是說不行 嚴守29.45元 一個月低位 如果你說中線部署跌幾元 我都不要緊要買少少 那你就買了 沒甚麼所謂 不過有心理準備 就是不會買完之後 可能會升太多 這一點你要明白 好 幫不幫到你 陳先生 另外剛才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基建那裡 前景是怎樣的 OK 好 這個基建鐵路股 包括有就是中國中鐵 390現在升2% 至於就是中國鐵建方面 11996都升2% 10000了 中交建都升2% 似乎這個版塊 最近又有些資金要留意 基建通常下半年來計 都是比較多的投資項目去到 就是中標 又或者去到開始發展 這些股份 接下來下半年會不會做好一點 如果現在這個價買 其實風險不是那麼大 因為最近升浪 相關的基建股不是升很多 舉個例 中交建 由8.2號半到現在 8.7號半升5號 你說將來 將來當然不會是明日後日 如果你說中線 我覺得中交建應該是最好的 三天當中 因為內地的高鐵 其實已經是四環四中 海外的鐵路發展 如果順利的話 不單止中交建好 中鐵建中鐵都會受惠 但很多時候都會有少許的阻制出來 反而一帶一路 港口的業務 基建的項目 很多都是中交建去做 況且大概八倍的市盈率 其實那個防守性相對比較強 就算你買了之後 不對板跌幾號指 一個月的低位8.6號半 跌穿了我就走了 我純粹是炒 你輸了都是五號指 不過當然暫時也沒有太多的上網空間 就算突破了九元 去到九個八號半 有少許行人止暴的感覺 不覺得嗎 這次市況升到現在這分鐘 沒有人說什麼環保 什麼環保股份 什麼航運股 什麼基建股 完全沒有人說 因為市場情緒和氣氛 其實來港都比較保守 至於一些落後股份 會不會走回一層上去 如果在第二個階段的中期升浪 甚至去到第三階段的中期升浪 一定會 但在第一個階段的中期升浪 未必會 如果你是中線部署 買少許手門口 下一段中期升浪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這一陣中期升浪 買少許來搏 我只能跟你說 你做好風險管理 百個搖本跌穿了 這幾號指輸了算數 暫時上網九元和九個半左右 有一定的直播 不過波幅不會太大 好 希望多幫你 陳先生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同事 是 是 還有一位謝小姐 另外還有一位 就是謝小姐 麻煩你登登 好 你好 是 你好 謝小姐 是 有幫到你 我想問一下郭sir 我本身11號行生 因為已經有貨 不過現在看到它的股價 好像對比其他銀行股 好像有少少落後 我應不應該再買 還是我會要換馬 OK 好 恆生有貨 看到現時股價還在138元 138元 看到現時這一刻 股價都靠穩 逐漸上去 恆生一向都是 穩健健清 股價方面比其他銀行股 落後 這時候應不應該回馬 其實如果你是中長線投資 你就拿著算數 有六里的股息 市盈率只有10倍 其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問到 這一陣匯控升這麼多 恆生都沒有升到 你有沒有想過 匯控由百多元跌到80 86 60 66到40多 恆生有跌過嗎 即是匯控 技術上的反彈也好 回升也好 是因為早前是跌過龍 有些回購買盤 觸發了一些補倉的買盤 造就了勢頭上花60元 你相對恆生來說 老實說一股恆生買到兩股回控有餘 如果你說作中線的部署 你就不用管了 但是未來的大市 就算進一步催升 恆生都會跑雪大市 因為資金如果在第二個 中期升浪再入市 一定要買些進取型的股份 你反為防守性強的股份 在第一個升浪 其實就走得不錯 如果我退一步來說 上次大市跌到18,278點 很多隻都四腳朝天 恆生仍然有120多萬 仍然是高期 人家跌到沒有50% 沒有40% 恆生只不過由高149元下來 是20%左右 相對大市是跌少了 因為收益比較穩定 沒有負面的離譚因素 但是同時未來的上升 亦都欠缺了一個憧憬 或者沒有太大的爆炸力 你要換進取型的股份 我沒有意見的 好 謝謝郭Sir的分析 都希望幫到蔡小姐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 謝謝九重的同事Calvin 謝謝你 好 謝謝 下次經過 再見 郭Sir跟你進行新步 提及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又到國語節目 謝謝你